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讲 所以刚刚讲到那个气世间的来源 那个气的来源是从到家来的 不过这个等于是说 一个文化跟另外一个文化交合的时候 你还是要运用到原来的文化的一些东西 你不可能完全把本来的文化都撇开 那完全另立一套 就好像佛法是在印度产生 但是大部分的名相都是婆罗门教 就有了 而且佛是利用婆罗门教的那些名相 但是给他新的不一样的含义 不一样的定义 那以这个四禅八定来讲 有那个婆罗门教的四禅八定 但是佛法的四禅八定的内涵就不一样 对不对 那戒也是一样 婆罗门也有戒 那我们佛有佛戒又不一样 对不对 来自于种种外道都有戒 但是佛戒就不一样 是不是 智慧也是一样 外道也有智慧 但是那个是外道慧 世间人有智慧 是世间慧或是世智 对不对 但是佛慧又不一样 所以不能完全撇开 对不对 所以我翻译的时候也是一样 也要用到他们英文里面原来有的 或是来自于他们的文化宗教里面 有的语词 可以用就用 不用那么敏感 对不对 因为他这样子外国人看了 就比较容易懂 对不对 好 往下看 这个气势间 因气势间也是阿拉耶所缘的境 那了字 这个字上面省略了一个不 所以应该是不了 上面不是一个不可知吗 然后 所以这个 读佛经 就难就难的地方 尤其是读维世学 的里面的那个寄送又更难 你看这个不可知 但是那个了字呢 应该是不了 所以那个不 跟中间隔了这个直受处 那你怎么能够想象得到说 这个了是不了了 所以就很困难 对不对 但是 现在我跟你讲 你就知道 你就了了 对不对 好 那 所以 也就是说 这一句开头的布置是双贯 可知跟了 所以 这个不可知 然后不了 因此这里的了 由上下文来看 就是不了 或是难了 这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说 阿拉耶士所缘的根生种子器介 这三个法都是很维系 而且难离策 难以了之 这样的意思 接着下一项 常与处 作义受响 之 这一句是 在指出 与阿拉耶 聚起的五种新锁 你可以把那个聚起 把它圈起来 这阿拉耶士 他的作用里面呢 就一定含着这五种新锁 他不会单独 单独作用 处作义受响 这五个称为片形新锁 为阿拉耶士 常与这五个新锁 相应 据实 而起 你相应 大概顿套 相应 而且巨石 什么叫相应呢 相应就好像 他一叫 你就硬了 这叫相应 所以 相应 而且同时起来 这叫做相应新锁 所以你要了解这五个 这五个叫片形新锁 你就应该要先延起这个白法密门论 所以 因为这一部论 维持三世诵已经比较高阶一点 是很深入高阶的维持学 所以 本来照 这个次第来讲 就应该先研读过这个白法密门论 不只是研读要研究而且理解 应该这就是要 这个研习这个 维持三世论的准备功夫 不过 我在这个注解本里面 也有再提一下 是让大家了解或是复习一下 这些基本的知识 从此以下的论文中 就会陆续的提出五十一个新锁的名项 翻过去 二十二页 这五十一个新锁 它各自的意义呢 你们可以参照我所著的 大圣白法密门论进注 二十六页到三十四页 大圣白法密门论进注呢 也有CD还是DVD 有DVD 那里面也可以请 不过要收一点公本费 很便宜的公本费 在这里 能稍微解释一下 片行的意思 有四个 第一个是 就是这几个新锁呢 这五个新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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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在三性 善法 恶法 无忌法 里面 都有这五个新锁在作用 换句话说 不管你是在造善或是在造恶 或是在造无忌的事情 这个造呢 不一定是生 而且心也是一样 你心在造的时候 那么起善念 起恶念 起无忌念的时候 那么这个同时都有这五个新锁跟着 所以叫做片三性 那详细的说嘛 就是说你在起善念或是造善事的时候 那你的心里面同时也就会有 做一处受想事 这五个来帮助你做造善 帮助你起善念 帮助你做善事 那如果你起恶念的时候 同样也有做一处受想事 一起起来来帮助你完成这个恶念 那起无忌念也是一样 也是有做一处受想事 然后你这个无忌的念头或是无忌的事情 才能够完成 所以它叫片三性 第二个呢 片于八世 就是说八种事啊 从第一 从第八阿赖耶事到 第七摩纳事 前七世 这个每一个世里面 都有做一处受想事 它才能运作啦 这样子 所以等于是它是必须有的条件 还有第三个 片于三戒九地 就三戒 欲戒、色戒、无色戒 这个每一戒 都必须要有这个做一处受想事 所以这个不管是欲戒有情、色戒有情 或是无色戒有情 都要造作他们各自的业的时候 也都有这做一处受想事 这个五个新所 来帮助它来造作 这样子 那这个九地呢 九地就是三戒在开出来的 之一禅定而开出来的九地 在这里没有时间再详细讲 这个 或者我们以后早时间再详细来讲一下 稍微详细讲一下 好 第四个呢 骗一切实 这个 不管是现在、过去、未来 这个所有的法呢 所有的心形 都含有这个 做一处受想事 这五个新所 所以叫骗一切实 骗三世的意思 一切实就是三世 接着看 这五个新所法 顺便讲一下 什么叫新所法呢 这个我在百法明明论里面有讲过了 因为新 就是新王啊 新王就是八世 八种世 那这个 八种世所产生的这些 作用 叫做新所法 新世 就是八世 称为新王 因为是新之王啊 他是新的主体 所以称为心体 那 心体有种种的功用 称为新所法 为什么称为新所 因为 这个所是拥有的意思 就是心体所拥有的功能 这样子 所以称为新所法 所以我们种种 新的作用 功能 都叫做新所法 那么这个作意促受想事 就其中的 其中的五个功能 新的五种功能 也就是心能 也就是心能 五种心能 而这五种心能呢 是 是 骗于三性八世 三界 三世 不管时间地点 它 只要有心事 的作用起来 就一定要有这五个 跟着 聚起 同时起来 那你那个心能 的那个功用 才能够完成 才能产生 才能完成 好 那么 这五个心所 因为有以上的四种 意思 所以称为片形心所 那 现在稍微简单地解释 就是这个五个 片形心所 的意思 第一个 处 处就是处 处心所 处心所的体性 这个处 在 这个论文呢 一切论文 都只讲处 但是它的 整个讲应该是处心所 处心所的体性 是什么呢 能为心王 跟心所 以及曾经三者 和和的媒介 那 它的业用是 受想之三心所 之所一 稍微解释一下这个 这个处心所 心王 心所 心所 曾经 所以 心王 升起心所 啊 然后 这个 升起心所 去 贪爱曾经 贪取曾经 那 可是 心所 跟曾经 他要去贪取的时候 怎么贪取 那 他必须要和和 对不对 所以 那和和 我们 在讲愣眼睛的时候 有讲 跟曾相接而生事 对不对 跟你进一步讲 跟曾相接而生事 光是有根 不会生事 光是有臣 也不会生事 而要跟曾 要相接 才能生事 那这个相接的 接是什么 接就是这个处 那 那他们怎么样 相接呢 就是 他们相接起来 要生事的时候 必须有一个处媒 那 他们 他才能够 两个真正的能够 结合 然后生事 那 所以 你光是把根跟曾 都摆在一起 他不会自然就生事 他必须要有处 这个心所来帮助他 那 这处心所 就 就 执行让他们两相 都能够 相接 这个工作 那 譬如说 以婚姻来讲 就好像没人一样 好 那么 所以 那个没人 就让 这个男方女方 能够 相接 然后 成就婚事 对不对 那 如果以这个土地买卖的话 那么 那个仲介 就是那个醋 醋 煤啊 所以让买方卖方接触 然后 而且把这个买卖的事情交易搞定 对 所以这个仲介 那 那如果以化学变化中来讲的话 就要像醋煤 就要像醋煤 醋煤令那个化学变化能够产生或是赶快产生 啊 所以 那我们这个心 心法里面啊 心能的功用里面 如果要产生这个事 那 这个背后 一定普遍的存在有一个醋 而这个是你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里面他就含着这个东西 啊 所以这个醋 就是 让这个 跟臣相接的时候 声势的一个 后面的一个动力 啊 啊 所以叫做醋 那么 所以 这合合 他们怎么样能够合合呢 就是有这个醋煤 啊 的煤界 其业用 为受想之三心所之所一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因为有醋心所的煤界作用 才能够令受想之这三个心所生起 啊 所以 这个受想之要能够生起 就要依靠醋 啊 才能生起 就好像以前的姑娘啊 现在就不用了 以前的姑娘要嫁人的话 一定要靠那个大媒人啊 对不对 啊 所以 那个大媒人的作用是很很厉害的 很很重大的 对 那么 所以 呃 受想是要升起 就必须要有这个煤界 啊 醋的煤界 好 接着 第二项 作意 作意心所的体性 是能令某些特定的心种警觉 你可以把那个警觉 圈起来 啊 啊 为什么是警觉呢 因为我们的心 有一些功能有些作用 但是常常他好像睡着了 啊 啊 或是很迟钝 所以 你就要去把他叫醒 这样子 就叫警觉 嗯 嗯 那么 啊 啊 引导那个心事 啊 引心去静啊 你就说 我们那个心事 要作用的时候 就一定要去攀圆 静 对不对 就去圆静 那么 心事他自己 他要 他要圆静的时候 他必须要作意 由作意哦 在后面拍他一下啊 就要像马一样啊 屁股拍一下 然后他才会往前走 啊 那所以就 这个 这个作意啊 就会引领 引领那个心事 向着他要攀圆的那个境界上去 啊 那一般他是不会自己 自动的这样子 那一定要起一个作意啊 作意说 我想要 这样子 作意的意思就是 我要 哎 这样子 那么 这作意心所在一切心形中 非常重要 尤其是对修行而言 因为一般而言呢 修行都是不自然 都不是自然而能够的 修行不是自然就能修行的 哎 一定要作意才能修行 对 对 除非是前身或是素式业席所成 啊 所以 比如说 呃 你要呃 诵经 打坐 念佛 持咒 这些都要作意才能去做的 啊 啊 因为一般而言 修行都不是自然而能的吧 啊 啊 那 那 那有时候好像又好像自然而能 比如说 呃 那是因为前世的业力所成啊 什么叫自然而能也就是说不用经过学习 也不用经过特别的努力 这叫自然而能 对 那 那 好像很快就 一学就会一学就会 然后自然 他好像也不需要人教他 他就会了 哎 这叫自然而能 啊 可是这种到底太少 啊 通常是要学 要习学 啊 那么 所以 有时候因为夜习力的关系 就有若自然而能 啊 自然而然的能够行 就其实是看起来了 啊 叫做生而能知啊 啊 天生就就会 这样子 这种很少 那就是因为夜习力很强 那就是所谓的天才就是都是这样子 啊 是术士的业力 呃 那是孔子讲的话 孔子有时候讲的话也不错就是 啊 这个 这个 生而能者 啊 能知 是 圣也 应该是 这应该是安而 安而行之 安而行之 好 也就是生而能知的人 安而行之 啊 安而行之 圣也 啊 啊 立而行之 智也 啊 啊 就是说 有三种人啊 那 那 那 安而行之 安而行之 就说不用学 那他是很自然而然的 做起来他就很顺 这种人 是圣人 是圣人 就是说他天生就就能够做到啊 啊 那么 那 那 那 他 他 他很努力的去做 为了要得到那个利益 啊 因为 看到那个 做这件事情是有利的 所以 去做他 这个利当是好的利益啊 那么 这种人是有智慧的人 那 还有一种是勉强而行之 也就是说 没有天生的善根 啊 那也没有自责的那种动力 那 但是 有智慧的人他做起来到底还是容易啊 还是容易啊 可是 一般奴顿的人呢 就是都是勉强而行之 所以 这个就是孔子在 在 在教化 就是在劝 这个世人说 如果你没有天生的 这个 这个 圣人的智慧 或是一般智者的智慧的 那么 你就要勉强而行之 那 那修行呢 修行佛法 当然 应该就是利而行之 而且要勉强而行之 最后一次是想要达到安而行之 那如果给他勉强讲一下 就是说 这安而行之的时候 就到达 无功用行的时候 无功用行 你就不用特地的特意的怎么样造作 但他自然而然 因为那个程式已经写好了嘛 他自然就 你把机器打开 这就开始作业了 所以 自然而然能行 乃至于自然而能知 其实都是素洗的业力 所造成的 否则多半是要医自觉的作意之力去修行 所以 那个作意的意思是什么 他警觉自心 所以他是跟觉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你如果没有觉了的话 没有觉知的话 你就没办法作意 所以这个修行呢 一定要有作意 你不能糊里糊涂的 然后就随着业力去做 所以修行一定是要有意为之 有没有 下面写有意为之 那 例如呢 你一定要作意念佛 作意色心 作意词戒 作意修定 作意修职 作意修观 等等 都要作意 不能说 期待说 自然而然能够做 是没有这样的事 作意的重要内涵 包括颈心跟趋心这两部分 颈心就是提醒 然后让他警觉起来 趋心就令他启动 所以这个作意就是 也可以这么比喻 就是一切心形的驱动程式 所以没有这个驱动程式 你整个那个program都不能动 对 若无作意 则一切有知有觉的修行 都不得行 所以 你可以把那个有知有觉画起来 这个修行 这个修行一定要有知有觉 还有呢 在修行上 作意也相当是起意修行 或是作念修行 那 因为他都是有知有觉之行 而不是无知无觉之行 如果是无知无觉之行 那就变成随夜而行 那么如果是随夜而行的修行 那就不是真正修行 不是真正的修行 那等于是随夜漂流 所以 这个修行应该是自己主动起意而去做的事情 不是随夜的 随夜力而飘飘行的 比如说 那你随夜修行 随夜出家 那就 没用了 随夜出家 因为你没有想到要出家 只是夜力驱动你 然后你就出家了 夜力然后因缘和合 你就出家了 也就是说没有真正的发心想要出家 那出家以后就觉得 哎呀 好像做错了 好 随夜而行 就不是真正的修行 因为他本身的性质 里面呢 没有觉知的成分 随夜的话就没有觉知的成分 所以仍然随夜而行 就仍然是与无明业力相应 对不对 所以这种修行不足珍贵啊 而且也必定不会导人到 引导人到解脱或是普及 因为 因为他是随夜的 因为他是随夜的 他不是自主的 对 他不是有觉知的 他是属于无明的一部分 那 因为业力是无明嘛 对 好 所以就知道 所以就知道 这个坐意心所 依我自己的这个体验 就是说 是整个修行里面 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 好 看下面第三条 受 受的意思就是领纳 领纳的意思就是领受接纳 的意思 领受接纳 受心所的体性 是领纳为顺 非为非顺的镜像 这解释这个体性 体性就是 一切的东西都有它的体性 譬如说 盐的体性是什么 是弦 对不对 那么 也有它的业用 那盐的业用是什么呢 就它有什么作用 防腐 防潮 消毒 就是颜的作用 那么同样 受心所它有它的体性 它的体性呢 也就是说它本身的性质 那么 是什么呢 它能够领受 就是 唯于己意不顺的 就唯于己意也就是 那也就是不乐 唯就是不乐 所以是不乐 那顺呢 就是乐 然后 非为非顺就是 非乐 非不乐 非乐 非不乐 所以令人快乐的 就是 就是 就是顺的 境界 令人不快乐的 境界 就是 不顺的境界 就是唯的境界 除此以外 除此以外就是 非为非顺 不会令你特别的欢喜 也不会令你特别的难过 不会令你产生欢喜或是难过的这种情况 就叫做非为非顺 那 它的业用呢 也就是 什么叫业用 就是在造业上的作用 它在造业上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 啊 那么 就是 它能令 心事 对当前的境界 起愈合 愈离 或不合不离的欲望 那愈合的意思是什么 愈合就是取 那 那愈离呢 就是省 那 不合不离就是不取不省 好 所以就要合并讲了 好 对于 唯的境界 令人不乐的 令人心不乐的境界呢 好 他就想要舍 就会取舍的这种作用 好 那么 这 然后 就受 就会取这种作用 然后对令人 产生快乐的境界呢 他就会 令人产生想要 想要 想要拥有的这种情节 对于这种这种心理 好 然后 如果非乐非不乐的话 那么就 呃 不取不舍了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受 的功用 好 所以呢 那 为顺 非为非顺 或是不乐 乐 非乐 非不乐 那就是所谓的 苦受 乐受 不苦 不乐受 对于苦 会产生苦的东西呢 那 他就会想要舍 啊 所以是 这个受心 所 所产生的功能 你一碰到 令你生苦的东西 他就会令你 要舍 想要舍 想要离去 啊 那如果 碰到令你欢喜的东西 你就想要拥有 啊 那就是 产生取的这种功能 这样子 那 那其他的 呃 就会产生 不取不舍 就是不太 关心 这样子 不取不舍 就是不关心 呃 你这个讲 这讲这个啊 就 你这个拿出来 有时候讲的就 讲白法明论论的时候 没讲到的 啊 这样子 什么叫业用 在造业上 所取的作用 所产生的作用 叫做业用 那 体性呢 就是他本身的性质 啊 这你这个词你必须要了解才 才能够看得懂 接着看第四项 想 想 想心所的体性 啊 他本身的性质是什么呢 就是 于尽取相 在种种境界呢 他会取那个相 所以我们那个观想法里面 就是利用这个想心所的这个作用 他会取向 啊 然后 呃 业用呢 呃 他的业用 就是在造业时候的作用就是 失色种种名言 也就是令人 你要加一个令人啊 令人失色种种名言 啊 这个 呃 所以他 我们上面 上面不是讲说 相 明妄想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想 心所啊 就几乎 这三个动作都有啦 他会 对外相 取相 取了相以后 他会 又会 造作 利种种名 以及言 言没有写出来 言 就是 比较大的啦 比较长的啦 名就是一个名词嘛 啊 所以利名 啊 然后 造作种种 言 然后 接着是起妄想 他 呃 已经有参与了一部 一部分的妄想了 但是 可是 主体妄想呢 是 靠那个 这个意识来产生 所以这个想的 作用是这样子 当然这是讲不好的啦 如果好的话 也可以啊 取佛像 哦 哦 然后 种种名 种种名言呢 这佛的相好庄严 也有种种 种种名称 对 那佛的 那依佛的相 这个 呃 就立了种种 就说有很 很多的佛 佛果功德啊 就在佛像 佛的相好上面产生 这是好的啦 所以好坏也都需要他 所以想也就不一定就都是坏的 这样子 嗯 但是一般 在解释佛法来说 都倾向于 把这些 都当作是坏的东西 欸 那就不 不那么周延了 啊 他应该是有好有坏啊 接着 诗 诗 诗心所的体性是 令心造作 好 这个 要讲这个诗心所之前啊 还是要把这个想心所再讲清楚一点 这想心所这个相呢 取向啊 就是 好 想心所的取向啊 他取了外向以后 就是为了要描摩 就描述啊 描述 以及界定 那个东西 那个外 那个外物的 这个 性向 哦 以便进一步 利用 哦 取向又要用 对不对 取了要用 那怎么样 可是还没有用之前 要先描摩跟界定他的性向 哦 所以就用明言来描摩界定他的性向 看到吗 欸 因为你取了 然后立明 然后来 来解释 理解这个 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 哦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 分析了解以后 然后 好 进一步的用 哦 好 那这个就跟下面诗有关系 那 诗心所的体性是令心造作 哦 那 你已经取了那个像以后 然后已经都把它界定好了 接着要去 执行了 所以这个造作就是执行 利用那个 想心所的成果啊 然后进一步就去造业了 哦 所以 诗就是造业的主体 是吧 他真正去执行了 这样子 所以 诗就是造作的意思 哦 那么造作呢 就是业哦 所以 在那个据色论呢 以及呢 维世学里面所讲 诗本身就是业 那 如果没有诗的话 那个业还没有完全成就 那他的业用是什么 他造业上的作用是什么 余善性恶性无际性的这些事情 都能驱使心去造作 所以 施心所 能够令我们的心去造作 好事 坏事 或是无际的事情 这样子 所以他的 可以说 他的这个造业的任务 方面 威力最大 好 那么接着 相应为舍寿 这个 这句话是指出说 跟阿拉雅相应的寿心所 是属于哪一种 是属于哪一种寿 因为寿有三种啊 苦寿 热寿 还有呢 不苦不乐 这个 寿有这三种 苦寿、热寿、不苦不乐寿 那不苦不乐寿 又更进一步 比较高层一点的 专有名词 叫做 舍寿 所以 简单的讲说 寿有哪三种 苦乐舍 这样子 所以 那这里讲说 那这里讲说 那 祭颂 三十论 祭颂讲说 相应为舍寿 这相应要加一个寿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跟第八识相应的寿 只有舍寿 寿虽然有三种 但是 跟第八识相应的 只有舍寿 只有不苦不乐寿 也就是说 在第八识里面 因为 没有觉得 苦 或是乐 他是一种 不苦不乐的受 但是还是有受 只是不苦不乐 这样的 那 举一个例子吧 比如说我们 这个 第八识里面 储存了很多的业 很多的记忆 对不对 好的 坏的 快乐的 不快乐的 欢喜的 恐怖的 对不对 都在里面 可是 比如说 你里面有很多恐怖的 的这个记忆 今世过去世 对不对 但是 他在里面 他不会令你 真正感觉到 这个你恐惧 你不会令你感觉恐惧 唯有什么时候呢 唯有你睡着的时候 然后 那时候 这个 一切都很平静 然后 这个 第八识的 那些记忆很强的东西啊 他就会跑 浮现出来 跑出来 跑到意识层面 然后你就做噩梦 然后那时候你就在 在梦中就很恐怖 有没有 那是往昔的 夜行律 的那个印象 起来 影像起来了 那时候你真正觉得恐怖 可是他 原来你若醒着的时候 储存在夜市里面 第八识里面 你是没有感觉的 那 那如果 你过去是遭受很重大的创伤 然后恐怖的事情 那比如说 你被活活烧死啊 然后 那也许 因为你第八识呢 那个力量很大 这夜行律 夜市很大 那 就会导致让你的这个人格 就有点点 畏缩 害怕 但是 你不真正的害怕 你知道吧 你只是那种 这个 不只是 下意识或潜意识 这就是 这 这冥冥中 应该就称为冥冥中 你会觉得 这个人就很胆小 对不对 然后常常会害怕 这样 那 可是你并不是真正有恐惧 你知道吧 那 一直要到你 做梦的时候 常常梦到 梦到噩梦 那 那就是那一些现前 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对第八识 这个舍受 更了解了吧 那相同当然也有好的啦 你有梦到 梦到好的事情 那你很快乐 可是那些 有一些是真正的好的事情 曾经发生过 但你印象太深 就藏在夜市里面 那做梦的时候 就 就把他叫出来 引救我一下 这样子 好 二十四页 受有三种 苦受 就是唯一之受 热受 顺义之受 不苦不热受 非为非顺之受 又称为舍受 在这三种受 在这三种受之中呢 阿拉耶是只跟第三种的受相应 那意思就是说 阿拉耶本身 阿拉耶本身啊 他不觉苦乐 这样子 虽然不觉苦乐 但是 阿拉耶本身不觉苦乐 但是他能生苦乐 因为他业力浮上来的时候 就生苦乐 乃至于 里面有恶意啊 然后 产生出来 让你去造作烦恼的事情 或是苦乐的事情 所以 叫做 能生苦乐 下面一项 二十四页 是无负无忌 这一句是在讲说 阿拉耶的性质 它是属于无负无忌性 那么 再写一次 因为一切的法性啊 总共有三种 善 恶 无忌 然后无忌又分为 有负 无负 这一切法的法性有三种性 善 恶 无忌 善性恶性无忌性 那无忌性又分为 有负无忌 跟无负无忌 那有负无忌就是说 这种无忌啊 虽然 这种法虽然是无忌性 也就是说不能说是好的 也不能说是坏的 但是呢 它会覆盖我们的本心 所以称为有负无忌 所以这种也是不好的 那 另外有一种无忌呢 是 虽然它不是好 也不是不好 而且它 却也不会覆盖我们的本心 那么 这种叫做 无负无忌 那 无负无忌 所以 我曾经讲过 比如说 这个 四位仪啊 行住坐卧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善恶可言嘛 对不对 可是 可是 这个 所以 这个 行住坐卧本来是 没有善恶 而且也不会覆盖本心的 对不对 但是 如果你那个行住坐卧 在某种特殊状况以后 它也会 也会变成有负 比如说 比如说 以跳舞来讲 跳舞本来是无负无忌 可是 你偶尔跳一跳 是 是可以 在家人啊 那是无负无忌 可是出家人跳舞就 就不是无负无忌了 你知道吧 那是犯戒了 那怎么不无负无忌 对 对 然后还有呢 出家人 要威严 对不对 所以 走路也要 须不安详 对不对 但 不要 穿着生衣 然后在街上 跑步 这样子 不威仪 对不对 所以 那个 就不能说是 无负无忌 对 乃至于种种的那种 身体的 肢体的 动作 本来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善恶可言 对不对 可是 在某种特殊状况之下 就 就是不是那么好 对不对 那 所以这个 好 就往下看 不看 不看了 合掌 回向了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不愿罪上西桥处 世事常行菩萨道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